尊敬的大德法师各位同参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人为什么有的相貌非常的美丽 有的相貌非常的丑陋呢 有的身体健康 有的就很多疾病 这个是什么呢 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宣化上人的开示 有十种恶业使人相貌丑陋 还有十种原因会令身体多病 如果大家想要一个美丽的容颜和健康的身体 就一定要把这个开示看完 一 好动愤怒 喜欢生一种怒心 就是二十种烦恼中的怒 怒就是发脾气 多数的女人容易发脾气 虽然也有不发脾气的 不过多数都容易发脾气 或因为一根针发了脾气 或因为一条线也发了一顿脾气 对于发脾气 特别的爱好 二 欢喜 你存着一种既存着一种嫌疑和肚恨 疑什么事情都怀疑 多疑又有愤怒心 又有愤恨心 恨人总是觉得任何人都对不起自己 三 喜欢打旺语 欢喜迷惑人 令人颠颠倒倒 不知如何是好 四 欢喜 恼乱众生 女人对于这个 是很欢喜的 五 对于父母没有真正的爱敬心 有的人也会有的 但是多数都没有 六 于圣贤善神的地方不生恭敬 例如修学佛法而正果的阿罗汉 这都叫圣贤 甚至在佛的面前或者在庙上 都不生恭敬 没有真正的恭敬心 七 倾夺圣贤所需要的田业财产 倾夺就是抢去或者霸占去 八 在佛塔或是在佛庙里头 把佛前的灯给熄灭了 不让他继续点着 这是得丑陋果报的一种行为 九 见着丑陋的人就生一种诽谤 清贱的心 说 哎 那个人长得真丑啊 太不好看了 就这么看不起人 正因为看人家丑陋 轻蔓人家 结果自己也就越来越丑陋了 因为在我们自己的性里面 有一面照相的镜子 所以你看见别人丑陋 生一种轻蔓心 那么这个像就会照到自己的镜子里面 等到来生就比这个人还要丑陋 十 欢喜学习一种恶行 不正当的行为 以上这十种恶业 就是受丑陋果报的原因 另外 哪十种原因会让你身体多病呢 一 欢喜打一切众生 无论见到什么众生都欢喜打 这是第一个使你受多病的果报 二 劝他人打 除了自己喜欢打之外 也叫别人打众生 甚至打狗 打猫 打老鼠 都算 劝他人打小孩 或者打一切众生 这也都是得疾病的果报 三 赞叹打法 赞叹什么呢 赞叹打一切众生的方法 因为赞叹打众生的方法 所以自己也就得到了多病的果报 四 劝打就欢喜 看见人家打众生 就高兴得不得了 最高兴了 真好看 比看电影都觉得高兴 五 看见冤业病苦的众生 心里很高兴 嘿 这下可好了 他得病了 就这样 不但没有同情心 看见人有病 就高兴 六 看见人家有病 要是病好了 他的心里就不高兴了 因为这样 所以来生 自己也受多病的果报 七 给有病的众生药物 给什么药呢 不是给治这种病的药 比如人家头疼 给的药是治肚子疼的药 而且还博取好名说 你看 我给他药吃 还洋洋得意 八 见到人家有病 医生在那儿治病 就有一种妒忌心 最好这个医生快点死 免得把他的病给治好了 九 看见有病的人就欢喜 希望这个有病的人 时时时都不要好 常常有疾病来折磨它 十 欢喜吃东西 吃的东西还没有消化 又再吃 这个嘴巴总是喜欢吃东西 不停止的 因为有这十种的恶业 所以就受这种多病的果报 丑陋和疾病都是因为这二十种的恶业所造成的 要是不犯这二十种恶业 你就不会丑陋 也不会多病了 看了轩化上人的开示以后 其实给我们大家真的是一个警醒 要让我们这颗心 时时刻刻都保持着一种善心 慈悲心 千万不能有一点的恶行恶言恶语 所以要保持我们这一颗善心 其实挺不容易的 如果大家想我们下一辈子有一个好的容颜和健康的身体 就千万要记住这二十种不善的恶业 竭来的恶果 希望大家都能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生佛 把自己的这颗心修成善心 菩提心 我们就不会造这么多恶业了 希望来生都有一个好的归宿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弘扬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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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